Bong 我爸爸或媽媽不用說話 一泥眼我會害怕 只要有能力 勤者能也 有能者居知 我不覺得自己不行 我要證明給你看我可以 講講你家裡 你是來自一個什麼家庭 我是來自一個很傳統的家庭 我有四個姐姐 有五個哥哥 我排第十 我最小的 爸爸媽媽做什麼 我爸爸以前是做西藥房的 我媽媽是做家庭主婦 那麼多人在家裡 會不會經常搶東西 吵架 又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一二三四都是姐姐女生 女生不會特別 有什麼 五六七八九就是哥哥 還有我們那個年代 沒有那麼多物質上的東西 或者那麼多資訊的東西 還有我們都很小膽的 因為我爸爸或者我媽媽 不用怎麼說話的 一泥眼我會害怕的 所以我真的沒有 不打的 不打的 總之就是 是的 禮一禮就知道 尤其是我最小膽 一禮一禮 還有我家裡的管教是不同的 因為那時候就是 譬如我最小的 我媽媽經常說 你要聽話 聽姐姐話 聽哥哥話 所以我自小就很聽話 覺得很正常 要聽話 所以我就不複雜 怎樣入行的 入行呢 我覺得都幾 幾奇妙的 不知道是不是主給我一個 這樣的恩賜 很感激他 因為我全家人 沒有人做娛樂圈的 我最小的 當時的姐姐 就很喜歡聽任白唱歌的 記得那時候 他們就會去任白家 外面等他 做這些粉絲 也有的 後期有一個明星叫黎卓卓 她有一個親戚 就是親戚 開一間舞蹈學校 當時我姐姐當然想去 因為她跟我說的時候 可以見到明星 但是媽媽就不給 因為她在讀書 她就跟媽媽說 不如給妹妹去玩 給了我去玩 我媽媽真的給我去玩 你這個人幾歲 我那時候只有四歲 所以我媽媽就肯給我 然後就 認識到一些娛樂界的人 後期就是 那時候有一間美美公司 就聘請那些模特兒 我姐姐又跟媽媽說 給妹妹去玩 又去做這個小朋友的模特兒 她就做了一個母親節的歌唱比賽 當時我姐姐就買了一隻 蕭芳芳唱的碟 媽媽好 是三次又媽媽好 是啦 叫我學 但是我姐姐又不懂國語 我又不懂 我聽話 我姐姐說你學 她經常播給我聽 我就亂說 那個是誰的姐姐 一二三四是誰的姐姐 四個姐姐很齊心的 然後 我又不知為什麼 我小時候 靠聽 又唱出來 然後在歌唱比賽上 唱媽媽好 就得了冠軍 媽媽就開始覺得 好像你也挺有天分 當時 很多人就叫我去表演 然後就介紹一些老師給我學 學唱歌 學跳舞 學跳舞 那個年代 還有一些馬戲團 那些 因為學習的過程之中 有人上來學校看 看中了我 選了我 就去表演 她覺得我很有趣 那時候 小時候 跳花鼓舞 跳劍舞 跳絲帶舞 最辛苦的絲帶舞 因為那時候很小顆 還要發很長的絲帶 這樣就開始入行 慢慢 香港就有歌廳 那時候有麗園 最早期在麗園 才表演跳舞 表演跳舞之後 然後呢 第二個劇場 那些人 認識到那些姐姐 教我唱另一首歌 那首就叫做高山青 認識了之後 她就叫我去那個樂壇 那時候是她在唱的 她說你幫姐姐唱一首歌 我教了你唱高山青 那我又真的唱 唱完之後呢 那個姐姐就介紹了一個師傅 給我媽媽就帶我去學唱歌 然後這樣開始唱歌 接著去那些歌廳 歌廳唱 唱一陣就有EYT 那我就進去電視台做 好 問一下Frankie 在你成長裏面 家裏都是窮的 又是一個什麽的 來自一個什麽的家庭 我爸爸是一個很低級的公務員 我媽媽呢 就是一個工廠女工 兩個人都要出去做事 然後才會維持住家 我是獨仔 所以從大到大的話 養成一個很獨立性格 實在是寄放在這個人的家 寄放在那個人的家 我媽媽的外間就是在大埔的 所以我經常都訂到大埔 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 不如訂到武館 有人看著 我童年是武館長大 不斷地開始很群體 但是到了一個階段 就是到了我中二中三的時候 我最記得我爸爸突然間急性肝硬化 要退休了 突然間做不到事 我面臨著可能沒有書讀 可能馬上要出來社會做事 衛生 在那個階段裏面就是 在做事和讀書中間 我的學校 很多謝以前校長 學校裏面的先生幫我 給我的學校裏面 跟人補習 那時候很厲害的 form 3和form 2補習 form 3和form 1補習 又給我開一班教國術 從而拿一些補習費 然後幫我申請助學金 又開始讀書下去 但是我堅持我覺得 當時我爸爸跟我說 你怎樣也要堅持 讀好書為止 在這個階段裏面 令到我堅持下去 後來就中學大學 一直讀下去 出來的第一份工作就是TVB 當時就是 我很多謝TVB的 其實TVB頭那段時間給了我 第一 除了說人工少一點之外 他給了一個 那時候是周梁淑儀 是副總經理 他這句說話我今天影響我很厲害 他說 The show must on 不管怎樣增壓都好 晚上呼到今宵九點半就出街 一定要做到為止 沒有任何excuses 你怎樣罵的東西 你最終要搞定面試舉 還有那個團結性 那時候做金唱片也好 那時候做競技大張 可以五六日 整班人在一起 不用怎麼睡 但是當作一個家企 這個團結精神 是令到今天在我的辦公室 發生團隊精神發生很大的作用 在那時候大家是個很親戚的 有感覺的 當時也TVB送了個太太給我 我也覺得TVB的我的月柳 那時候我沒有 但是在這個家段結束之後 就說我接觸到我恩師 入了現在的行業 可能我太太沒有說 我們曾經好像沒有分手的分手三年 就是因為她媽媽覺得我賺不到錢 不可靠 我的樣子一定會發生的 一定會發生的 所以她又小時候 在她登台的時候 突然間我收了一份 就是我送給她的鏡鏈 我不知道到底什麼 好像等於一段情誼是 不知道是不是結束 當時我心想 是不是我真的不行 我覺得只要有能力 勤者能也有能者居知 我不覺得自己不行 我要證明給你看我可以 所以三年裡面很勤勵 但一天我一定要追回我老婆 那三年大家就沒有見面了 沒有見面 但就算我們以後拍拖也好 因為我太太的工作狂 我也是 因為大家拍拖的階段 真的可以一個月見兩三次面 但大家都投自己工作 大家的空間很大 我很多謝我太太給她很大的空間 給她信任我 我太太是跟所有人很不同 你知讀書的時候當然很激情 有很多女朋友的 個個都有 但大家都譬如說很大被的話 譬如我一個很 都幾大男人豬的某個家段 未必能夠可以好好的這樣相處 但我太太好像很靜水心流 很簡單 很不出聲 很體諒 而在我最低潮的時候 她就默默的鼓勵我 她不用太多話說的 眼神已經做了 還有一件事是很拿命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假若我做錯事 你不默默罵我 或者責備我呢 我覺得你都罵完我了 我沒什麼的了 但我太太永遠覺得 好像有一點這麼多眼泛淚光 不出聲 那我就死了 那我就想 怎樣都要想想 哄她開心 這段感情就這樣不斷維繫 亦都會不斷 是我覺得 我令到她幸福 我就很開心 所以我不斷努力去奮鬥 去做事 就希望她能夠 有一個更加好的生活空間 那這個就成為我一生